哈囉大家好,我是雅各 今天要和大家介紹Cinema 4D R25的更新內容 Cinema 4D是一款專業的3D建模、動畫、模擬和渲染的解決方案 它有快速、強大、靈活和穩定的工具 提供使用者有高效的3D工作流程 無論是個人使用還是團隊的工作 Cinema 4D都能夠產生驚人的效果 在R25當中提供了直觀的介面 通過全新的圖標和工具的位置 優化了工作流程 並提供雲端資料庫系統 讓預設的資料不再佔用你的電腦空間 全新的樣條線導入 雲區使用者在3D場景中輕鬆的使用 Illustrator、PDF和SVG向量圖稿 直接把2D變成3D 關於建模、Cinema 4D的場景管理器 使用強大且基於節點的資產 可以快速的管理對象之間的關係和依賴性 你可以建構或是修改模型 並建立可重複使用的模型和場景 此外,這次也針對了Trapcode、VFX和Redshift 進行功能的更新 那我們就話不多說 馬上進入今天的內容吧 Redshift是一款強大的GPU加速渲染器 專位滿足當代高端製作渲染的特殊需求而打造 Redshift專位支援各種規模的 創意個人或是工作室而設計 提供著一套強大的功能 並很好的和行業標準的CG應用軟體做結合 Redshift支援目前最新的顏色檔案格式 提供創作者最新的影像製作 使使用者能夠透過 SS和其他自訂色彩配置文件 實現更精確的電影般的色彩 目前Redshift已經直接具備了SS的管理 在這一年中提供了大量的新功能和更新 對NVIDIA顯示卡的增強或是MacOS兼容性 包括支援M1驅動的Mac 新版本推出了一種新的渲染模式 Redshift RT 全名為Redshift Real-Time 可提供更快速的渲染性能 在降噪及燈光的調整上有更好的表現 不需要學習新的東西 可以使用相同的材質、燈光 可與標準的Redshift渲染器共同的使用 我們可以在Render View看到有RT的按鈕 點擊以後我們就可以直接開啟交互式的渲染 目前Redshift RT還在測試版當中 它並不支援運動模糊、緊撐功能、多GPU 也不能夠在AMD和Mac上使用 在使用上需要注意硬體是否符合需求 我是雅各,謝謝你的收看 我是雅各,謝謝你的收看